谢谢大家 欢迎收看订阅 这两天我们谈到了整个警戒 腥风血雨 而且警戒的大内斗跟整个政治大内斗 两边是绑在一起的 绑在一起的关键人物 当然就是这个郭哲明小明 已经在11月18号潜逃出国 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的困惑 就是如果你今天拿着护照 你要离开国门 你要离开国门的时候 航警局居然打电话给检察官说 这个人可不可以出去 一般人你要拿着护照出国 你已经有了签证 为什么航警局还要去问检察官 代表什么 代表 他被禁管了 他被助记了 一个被禁管 一个被助记的人 我竟然可以拿走我的护照 经过了航警局 然后堂而皇之地出国 你不觉得这个在台湾是无法想象 而且非常荒谬的事吗 没有想到小明真的干到了 好 那小明干到了的是 谁让他出去的 让他出去的 现在传说来就是王图之歌黄景秋 检察官说他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让他出去 出去以后 在八八会馆里面 查出这个出入的名册里面 居然就有王图之 居然有黄景秋 所以一个现在已经吊死了 一个正在被调查当中 但在中间不是还有个小弟吗 说被小明 小明的小弟被打断腿了 被打断腿了以后 他居然自己又跑出来 照理讲 你犯了这种事情 你被打断腿 你应该躲起来 没有 我把我的照片都贴出来 我把我诊断证明说 而且我还在脸书上面说 今天这件事情 我就是要跟我以前的前老大 小明来讨回一个公道 而他还讲说 他在吗 王图之歌黄景秋 居然是正风阻的 他去向两个人求救 两个人求救以后 两个人要办下去 没有想到 现在是利用八八会馆 这件事情 把他们两个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 让这个案子办不下去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 整个案子神鬼莫测 计中计谋中谋 现在看起来是警察大内斗 政治大乱斗 的问题是 到底谁是神 谁是鬼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 小爱兵队代表 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龙叔叔你好 大家好 这是美岛电视报 动作吴子嘉 大家好 第三位是 知识媒体员林峰 大家好 第一位是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胡孟汉 第六位是 台湾国际法学的 副民党长林天辉 大家好 第六位是 上周的 总统屁 吕国珍 大家好 待会儿呢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许晓星 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在整个事情里面 当然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这个郭哲明 小明 可是这个郭哲明 小明 我觉得最怪的是什么 照理讲 你已经到了航警局 为什么有一条讯息说 你在航警局的时候 有人打电话给检察官 说检察官请示一下 他这样的状况 能不能出去 检察官讲说 没有他的问题不大 可以让他出去 那你要打这个电话 像我出国 谁会帮我这样打电话 我就走了 代表说 他的护照被注记吗 他是已经被禁管了吗 你一个被禁管 一个被注记的人 你怎么可能拿你的护照 躺而黄之后离开 还有 刚刚讲这件事情之后 林彬文就被抓了 那到底是谁通风报信的 就代表 他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所有的警察都被他渗透了 对 小明呢 他卡到案子之后呢 大家在想说 会不会是有人 已经叫他先走了 但没想到 你真的要走 以前在 如果你犯案的话 你要到哪里 到屏东去 嘴汤啊 坐鱼船出去 但不用 他竟然可以拿着他的护照 直接躺而往这儿 从机场背出去 但这个东西 更离奇的是说 如果他已经被禁管了 对 他当初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说呢 他当初进去的时候 嗶嗶 他电脑有跳出来 还是有禁管的 有禁管有两种做法 一种的话 其实就是通报 然后呢 我们看你去哪里 对 另外一种呢 把你流制 现在的消息是说 他也被流制 流制代表很严重 对 流制代表很严重 已经有通气的一个意味 流制的话 会在一个小的征讯室里面 然后这时候小明 一定心里是七上八下 完蛋了 流制的状况 就是等警察办案的同仁 来把你把他带走 你等于就是上去了嘛 但是没有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后呢 没问题了 小明先生 请你继续上飞机 没事了 那在台湾的司法界 这到底是什么 一个奇迹式的一个转环 卢尔 你今天想想看 一个已经被注记 一个已经被禁管的人 我居然可以拿我的护照 堂而皇之地离开 这谁让你走啊 那现在都要讲了嘛 到底狼人杀内鬼是谁 如果你已经知道注记他 禁管他了 表示他是这个案子的主谋 守恶的话 你为什么考得掉 为什么可以 现在同仁说没有 我们有留置他 我们有禁管他 我们有回报 回报检察官 回报检察官 消息说回报检察官 检察官说没事 他的这个罪证呢 还没有 没有稳固 还没有杀力的 所以呢让他先走 那没有稳固 我干嘛禁管 好重点来咯 重点如果他走了之后呢 你一定要等他回来 再去抓他 你才抓得到这个案子嘛 没有 一走之后呢 11月18号走的 11月2号就搜索了 搜索了其他案子的话 那等于小明是不是就没事了 对 那是不是有人就是提早见他走 然后呢不小心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 在行警这边又把他给扣住 对 但扣住没有关系 一通电话 照样有人放你走 对 到底是谁 到底谁是内鬼 到底谁又让他放走他了 所以呢小明等于是有通天的本领 可是他走了之后呢 有人不高兴了 前面有人在检举 前面有人提供那么多警戒的黑资料 他走了之后 哇完蛋了 你看 11月4号 陈哲文的影片出来了 然后这影片呢 还没有出大事 11月9号 宏金 在内湖的这个 刑案路69会所的影片也出来了 默默的 这些东西表示后面有一股力量 我受不了了 我去检举你了 你去办了 竟然 我具名检举 还让你也跑掉 对 让你跑掉之后 代表说呢 小明他背后 检察官的力量 他也是有办法 有警察 有检察官 检察官有 然后呢 警察有 然后呢 行警有 等于说呢 小明我觉得 他根本就是全台湾 最有实力的人 你从上到下 一个案件 一个犯罪的行为 你从上到下 你都有办法cover 所以说 这原来原来 本来是要去搞小明的人 或者是今天我要检举的人 我看不下去了以后 我才把一个影片 一个影片的丢出来 而且更妙的是 之前 刚才讲到 这个是不是小明丢的 小明马上说不是 对 他说 不是只有我 我以前有个小弟啊 那个小弟呢 A了我多少钱 A了我多少钱 我就把小推打断 小推打断以后 他把我说的东西 录影后 跑了 搞不好 就是他丢出来的 结果 他这个小弟 居然就出来了 小弟不但录了一个 他录了一个影片 然后把他的诊断书 甚至呢 还在他脸书 把详详细细写出来 其实非常的有趣 因为这些画面 一丢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讲说 一定是小明丢的 小明跨海 海渊说 跟我没有关系 那个招待署 我们后来在检局的情况下 已经关掉了 还说了 这影片也不止我们这边有 你们警政署也有啊 警政署也有 第一次看到黑白护咬 然后这时候 大家又有一个 一边报道出来 又带风向说 有一个人 小弟 年轻人 叫做Andy Andy之前呢 因为做一些比较奢侈品 然后跑车的东西 急之两意 但最后账目不清不楚 小明怀疑就是Andy 把这个钱给A了 加法之后 把他关在大直的花园酒店 就直接把脚给打断 打断完之后呢 就是这个腿 对 这个很痛耶 这个很痛耶 这个直接是把人给压在 这种执行加法 就是把人给压在地上 然后呢 直接 把腿给打断 等于说呢 就是要把这个筋骨给打断 筋骨你稍微碰一下 那多痛啊 碰得要死 好 更神奇的一件事情 是他今天跳出来了 他跳出来之后呢 其实他默默的写了一篇 写了一篇他就说 我就是谁谁谁 然后拍了一个影片 还拿出身份证 证明说我就是谁 然后呢 再拿出一个验商单 就说 没错 我就是Andy 就是我当初就是被谁 被小明打断脚的 可是呢 他为什么拍这个影片 他就有一个重点 他重点就是说 这些黑道 跟这些招待所 跟警察的这些 不是他丢的 为什么 他怕死啊 如果呢 这些 你看到现在风向都传给他了吗 杀人灭口 对 如果呢 他真的 吞下了这一个 他真的担了这个黑锅 就说 这个影片是他的话 哇 我将黑白两道都要追杀 他这次死的 他这次受伤的 就不只是脚而已 好 重点来了 他也谈了一个重点 他当时说 我的确 我具名的 向正风市来举报 他说正风市举报 有两个人 一个人叫什么 一个叫王图兹 一个叫黄景秋 他说 今天 刚刚讲的 不是很多人进到88会馆吗 对 进到88会馆里面 除了陈哲伟以外 居然有点名说 王图兹也去了 黄景秋也去了 所以一个人把他拔下来 一个人说 我要不要进行调查 他说没有 他们两个很认真 帮我办这个 所谓的小明的事 你把他两个拔掉 是让这个案子 办不下去 对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有人 具名检举 然后呢 有一个叫小明组的 所谓的小明组呢 就是小明的 这个犯罪集团里面 就是Andy 他到了 警政署里面 正风市去做了 具名的检举笔录 具名检举笔录的话 你那时候知道 警政署正风市 是谁管的 谁管的 黄锦丘管 黄锦丘管 在台面上面 黄锦丘这个主任呢 正风市的主任 就丢给 新北减害钱的一个徒弟 叫王图芝 王检察官 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 可是呢 办下去之后呢 就发现 怎么不太对 小明也跑掉了 然后呢 其他的人 这些账也是不清不楚的 但最神奇的是说 他竟然要突然出来 帮这个两个检察官讲话 这个时候 后面又一股人 受不了了 就直接po了影片 就说呢 不太对哦 你有没有去过 爸爸会馆 你有没有去过爸爸会馆 他们两个都有去吗 对 他们两个都有去 所以这时候 大家炸锅了 因为一开始新闻呢 是点名了这个主任 有去这个爸爸会馆 然后他就解释 是他的一个聚餐 然后呢 有新北市的警戒高层 带下去 然后不知道 然后呢 另外同行的一个检察官 对 但这个时候 这么巧就他们两个 对 然后大家去勾机 就发现说 他的名字王图芝 不就是你这个案子的 承办检察官吗 所以呢 后面的人 一定是知道说 所有的脉络 就觉得说 你们太扯了 没有想到小明的实力 是从警政署政风市 什么叫警政署政风市 大家讲一件事情好了 香港是不是有廉政公署 对 以前呢 大家都觉得说 香港的警队有反贪务部门 台湾的警察也有督察室 大家就觉得说 督察室 警察查警察 应该不可信任 所以呢 才弄了一个政风市 所以这个政风市是检察官哦 所以等于说 如果他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说他有问题 但如果他真的跟小明这边 走在一起的话 重点是你 刚刚讲 去爸爸会馆堂 那么多人 就只有一个陈哲文 就突然丢出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又跟这个东西有牵扯 对 所以等于说 后面这一组人呢 是有一个精准打击 如果呢 我讲到陈哲文 讲到警察校长 这事情就可以解决 那我就解决 但你没有办到完 没有办成的话 我就把你给点名出 一个一个点 对 可是这件事情是最厉害的 是说 如果真的小明 有这个实力的话 等于他从上到下 所有的关系 这个所有的关节 他都打通了 等于说警察官 航警局 刑事局 警政署 全通了 对 这四个单位 就是可以让这个 保护小明的 那小明既然有这个实力 把这四个单位 都给打通关节 台湾在搞什么 所以他的生意 才可以顺风顺水 那所以这样 你看起来毫无相关的 诈骗 地下汇队 对 这个刚刚讲的 去这个88会馆 去这个所谓的 96还是69的 69会馆 这所有看起来的乱七八糟的 天女散花的 他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扣着这一组人 那这一组人呢 现在今天不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阵仗吗 就是说 开着这个记者会 开着记者会就说 所有的这些台湾柬 在宣布破案 你看很厉害吧 淡水26人 中立32人 宜兰郊西 台中彰化 台南高雄 都有嘛 然后最后呢 把这个烂汤子丢给谁 茶董 跟虾董 跟虾董 跟龙肺这两个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们有这个实力吗 没有吗 一定没有这个实力嘛 他们等于是执行组的 所以他后面 为什么要收本子 收本子 就是要给 汇水集团跟诈骗集团用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他们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后面到底 谁是做地下汇队的最大咖 会不会跟这事情 又绑在一起 但现在来讲 就表示说警方不查了 好 所以 董事长 这件事情们越搞越大 一个小小的小名 好吗 不是小小的 是大大的小名 他居然 他所有的关卡 全部打通了 这个故事的起源 就是其实是两个 我问你 你也算神通广大 如果你被担命 做记者 你今天已经被禁款 你敢说 拿我的护照 堂而皇之地离开国门吗 首先我不会知道 我被禁款 因为禁款不会通知我 是哦 对 他警察官就 这个是检察官地检署 直接公文发到 这个出具管理局 所以小名到了 到了航警局 他到了海关 他才知道这边禁款 正常流程 是到了现场 才会知道禁款 他如果说 事先知道禁款的话 他事先解除 安安静静去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被留置 表示他事先不知情 然后再联络 承办检察官 把这个解除 才能够出国 可是我问他当时不懂 你如果要把他解开 那你当时把他禁管干什么 你把他禁管 就不让他出去不是吗 所以那就是两件事情 就是你刚才讲 那就是要问检察官才知道 他为什么要把他先禁管 然后又后来又愿意打开 这表示 这个检察官原来跟小明 他们都是朋友 那这个检察官本身 或是警察本身 他们是两卦在交往 这一卦就是小明这一卦 另外一卦也是在同样在新北市活动的 另外一个做会水的 叫做华少 华少是另外一派人 这两派人在竞争的 业务上是有竞争关系 那其中的关键人就是那个小弟 被打断腿的小弟 叫Andy Andy原来是这个小明的小弟 就是叛逃了嘛 叛逃到了华少 打断腿 因为他听说 他A了他的老大的钱嘛 他老大的把他腿打断了 腿打断之后 可能他知道所有的云端家都知道嘛 相片他都知道嘛 所以叛逃到华少这边 那华少也是在同一个区域活动的嘛 所以一开始我不是跟你谈过吗 我这里面有这个同业竞争关系 你记不记得 有 你说了 第一时间我就跟你讲 听不懂 对 我们看不知道谁嘛 就果然出现了嘛 是这个华少也是做同行的嘛 那华少的背景 他就有这些检察官 王楚之外 黄景秋这些背景 他不然的话 他警战署里面也有关系啊 所以才叫Andy跑去具名检举陈泽文嘛 按时不算开始了 对 所以华少收买了 吸收了这个叛逃小弟Andy之后 就开始进行了所谓的攻击动作 就第一个动作 就是到警政署去检举陈泽文 去夜店喝酒与女陪室嘛 是搞这个事情嘛 然后今天的新闻 有一个新闻写出来说 经过这个调查结果 无女陪室 无女陪室 没有女的陪室 这个案子应该 不是 我最怪的是 他说有两个外汇的人员 我觉得基本的了解 如果你要外汇 他早就该进去了 因为外汇的人一定要先到现场 他要准备好 他要把食材弄好 我从来没有一个听过 外汇的人跟宾客一块来的 对 所以这个事情 那我认为说 光是警政警察高阶官员 跟黑道喝酒吃饭 这是风际问题 不构成犯罪问题 那风际问题 他的目的是要打击陈泽文嘛 所以这个陈泽文跟小明 包括罗毛这些 就是那个 林炳文 林炳文 他们这一挂 那另外一挂是我刚刚讲的 华少这一挂 这个两个帮派的 这个利益在斗争 两个都做废水嘛 对 这个斗争的话 所以利用这个小弟去搞他 这是这一段黑道之间的 竞争关系嘛 然后他打谁呢 他打最重要的 就是打这个 去检举这个陈泽文嘛 对 所以具名检举你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检察官当然知道啊 所以检察官第一次就开始办案 就抓他嘛 抓他 现在这个检察官 阵风市收案之后 是不是把林炳文给 抓起来的 抓起来的 然后三百万交保 对 那小明跑掉了嘛 那这个 然后之后就有一些新 那为什么是谁去检举这两个检察官呢 我现在反过来请问你啊 怎么会 是陈泽文检举的嘛 所以 你怎么会知道 他们去巴巴会馆 对啊 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检察官有趣呢 平常他们都是行界搞在一起的嘛 所以陈泽文的反击 就打击这两个检察官嘛 那打这两个检察官是 就是变成小明 就是这一挂的反击 所以这黑白养 到持续地在这边攻击对方的话 就扯出越来越多的检察勾结嘛 就检察都跟着一个个照片里面被扯出来 莫凯 我以前觉得 你要去绑架一个人 绑架两个人 哇 那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就刚刚讲的 淡水一下绑了16个 中立一下绑了32个 台中我要垂掉了 从头到尾 就这么大的事情 到底谁干的 木戈到底多少 没有哦 我今天台版坚普站已经宣布 已经破案了 一条龙彩页 我已经瓦解了 真的到此为止了吗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说宣布破案 但是最后的幕后首脑 到底谁我们不了解 这才是人民所关系的 不是吗 因为我们看到 不管是淡水 不管是青浦 上个礼拜 我在司法法座文会的时候 咨询法务部长跟检察总长 我特别问说 是不是这两起案件 应该是近年来 中华民国史上 治安最严重的案件 法务部长跟我讲说 他印象中是啊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 以及这样子 现在的这种黑帮势力 是不是如同刚刚来宾所讲的 真的已经水深到 连警方都不敢去碰 也因此现在这一次的这个 在选战之前 我们讲说 现在有两组这个神秘密码 一个是12 一个是88 加起来刚好是100 12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不是讲说 新竹四地棒球场 或是桃园 八德 运动中心 12亿的弊案 到目前为止 我们要持续的追查 但另外一个88的部分 不管是刚刚讲的 88会所 如果说刚刚进来的 进出这些有什么警政的高层 或者是说检察官 也进出这些黑道经营的会所 那到底背后的那些影像 还有多少人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一个 掉出来的话 可能会真的是警戒大震动 另外一个部分 88 台南 没有错 台南不是也有 不管是这个议员的服务处 或者是民进党的中指尾 甚至案情越拉越深 还有所谓可能市长 也有牵扯到其中 88枪 如果说我们看到 现在媒体的报导属实的话 它是冲锋枪 一个弹夹是30发子弹 88枪等于是两个半的弹夹 我们没有办法讲 过去一发子弹 两发子弹 可能马上就会让大家 所有的这个治安 发生大警报 但现在88枪 居然到目前为止 说只有这个嫌犯 两万元交保 而且莫凯 他不是说 我只是囚禁26个人 囚禁32个人 已经造成三条热命 不但占交三条热命 还有毁尸 弃尸的这种东西 我一陪我讲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前一段时间 台湾到处都是服事 台湾到处里面要丢尸体 结果这个案子 一爆了以后 就没有了 是 而且我们更觉得是说 后面到底是 还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首脑 我们当然是应该 要继续查下去 尤其是 一个多月前 其实我在跟警方 这边来沟通 我之前讲过嘛 警方其实就已经有耳闻 是说 已经有这样子的犯罪形态 但是为什么 持续都没有掌握 而且再加上 现在这两起的犯罪 不管是淡水 不管是清浦 其实都是在直辖市 都是利用新市政成型 可是地方警力 还没有完全的 这个有足够的警力 去掌控的一个状况 也因此我们真的要说 如果现在 就想要把它签结 就想要把它列为破案的话 那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跌破眼镜 而且是不是要就 1126之前 选举不要有任何变数 我觉得全民都应该 再继续侦查 看现在的警方 是不是应该要查下去 才对 刚才讲到的 在台湾之间 最近发生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在台南 一发个 开58枪 再开了30枪 总共88枪 88枪 而且这种冲锋枪开的 开了以后 这么天大地大的事情 以台湾的警力 以台湾的这个警察的能力 第二天应该抓到了 过了几天了 就根本抓不到 就只抓到一个小楼楼 2万块就交保了 包姐 最近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多事情呢 主要原因在于说 我们讲即将要改选 县市首长会改选 然后另外一个 地方的议员也会改选 所以这会牵扯到 非常多的地方派利益的状况 所以才会发生到 那么多的这个枪击案 我觉得说其实 在这个台南 尤其是在雪甲 这个市议员候选人 被开枪的地方 保姐就在雪甲这个地方 雪甲这个地方 还有七股这一带来说话 那是未来是台湾的 所谓的太阳能面板 最多的这个地方 那这是今年以来来说的话 你看台南市累积的 光电装置量 是全台湾第一 你看遥遥领先 其他的这个县市 甚至在七股这个地方 七股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余温上面 都有这样子的余电共生 你看这是余温 然后余电共生 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七股相关的地方人 是已经很担心说 哎不行啊 因为这个太多量了 未来搞不好七股的 这个所谓余温上面 全部都会盖满 所有的这个 这个余电共生的这个状况 不止七股 还有雪甲这一带 那这一次被枪击的 就是雪甲这一带的 这个候选人嘛 那像雪甲这个地方 现在呢 台湾的最大的余电共生 其实在雪甲这边 也有非常多 这时候是台湾一家 大雅公司在这里面要做 但是我不是 我没有质疑他的这个状况 我只是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个会跟 牵扯到地方利益 他说到大雅说 我们要去整合 这个所谓的光电的时候 我们要跟地方的 所有的这个地主 都要谈好 那地方地主谈好之后呢 我们要变更地幕 他说这个变更地幕的时候 他们遇到一个状况 因为台湾这个地方 很多地都被划为 叫做地层下限区 地层下限区照理说 是不能够盖任何的东西的 但是可以盖太阳能光电 哎抱歉 这就有意思哦 地层下限 地层下限 我问你这个土地会很便宜 当然便宜 一定很便宜 所以土地很便宜的时候 我上面如果能够盖这种光电板的话 那可以说是暴力 为什么是暴力 我不是 大雅当然他们是很震惊 但是对地主来说 这绝对是大 超级大暴力 因为大雅他们一年 大概可以赚四亿 这个二十年可以赚九十亿 但是他们是要跟地主 互相签约 有一个分约的这个 分论的这个机制 所以如果是地方人士 能够拿到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地层下限区 很多那种 可能过去的农地污染区 炉渣地 一大堆东西 这些地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 它如果能够变更地面 变成是可以做光电板的时候 那不就粪土变黄地面 这个是超级大利益 所以为什么 你看 为什么会被开枪 因为雪甲这个地方 就是这么多的这种地 那包括说旗鼓 也是这么多的这种地 那所以 如果你了解到来龙新闻 就是说 这可能是牵扯到地方 很多重大利益的 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会发生枪击案 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你在台湾 你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开了88枪 之前你只要是开一枪 在台湾是很容易抓到的 而且现在到处都有监视器 88枪居然找不到 那找到了一个说 号称是什么 夜市的管理员 那也最正不足 只给2万 开了88枪 2万年交保 你去了解了 这到底谁干的 这个事情 整个荒谬之急 我讲荒谬在哪里 我们在节目里面 直接点名 就是民进党的中职委 这个郭再卿 他就是这个 要被开枪的那个对象 对 那为什么 他被害者 为什么他是 那他当然被害者 这个身份 一定有他的这个含金量嘛 别人不开 开他干什么 主要开枪 而且他那些开了58枪 对啊 开58枪 郭再卿是主要的被害者 对 那这个人 那郭再卿知不知道 谁要开他枪 他应该知道吧 他应该心里有数嘛 因为他哪一件事情 惹到谁 需要开58枪 开枪什么目的 开枪之后 是不是要谈判 为什么一直抓不到人 跟着等谈判嘛 抓不到人 还没谈好啊 那为什么 选打郭再卿呢 一定是郭再卿在这里面 大包大揽 扮演着主角的角色嘛 那我现在反过来看一个角色 我现在就在这边指控 你郭再卿有介入光电利益嘛 你郭再卿本身是 民进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民进党 要不要用党纪调查他一下 你民进党有一个人 在台南 被开58枪 被开58枪 然后这个人 这个人本身在台南地方上 介入这个光电利益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你民进党 装睡故意不去调查呢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 听说这个人不单是如此 而更复杂的 他还介入未来的议长选举 那介入议长选举更复杂了 是不是因为有 这个政治的纠葛 跟未来要开放的这个光电利益 非要置他于这个 而且你讲说 现在其实地方都知道 是谁开枪了 对 这开枪大家都知道是谁嘛 当然知道 知道是谁开枪了 我看还有一个媒体写过那个名字了 然后我不愿意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记者 不要讲这个东西 但是被开枪 知道是谁开枪 当然是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就是抓不到 我跟你讲 谁都知道 郭再卿最清楚 讲白的嘛 对不对 那郭再卿讲出来就好了嘛 对 因为很简单 我开枪 我开你枪一定有一个目的啊 开枪求财嘛 求财我主要有个联系嘛 莫名其妙路上开你枪 然后人不见了 然后在空气中 不是嘛 他中间一定有个连结点 连结点私下谈判啊 开始去瞧嘛 你郭再卿只要把他抓起来 他不是讲出来了吗 不把他留置管理嘛 把他留置保护嘛 对 那郭再卿就讲出 谁跟他接触过嘛 那怎么会 不可能说有一个人 开你枪完了 就人间蒸发 对 然后也不要钱 也什么东西 也不要请你 不要吃饭 也不跟你谈条件 哪有这种人 这些恐怖分子 也没有这样干的 一定中间有协商谈判 所以郭再卿是关键人 可是为什么警察 不敢去动郭再卿嘛 因为郭再卿是 民进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嘛 他够力嘛 他有政治力的保护 然后才能够 介入光电产业 介入议长选举 他是无意不语嘛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就是政治力 介入的这些不正 所以你要讲 今天88会馆也好 今天是个所谓的 这个南部的光电 或者这个开枪 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不把他说破 对 不把他说破 也不动手 也不去抓他 更奇怪了 好像也不影响 这个整个选举的结果 大家看这个事情 这个很奇怪 台湾人对开枪也慢慢 国民党好像也不是谴责 开枪习惯了 开枪习惯了 你看国民党中央 没有谴责这个事情 民进党中央也不谴责 地方党部也不谴责 你的中职委被开枪 这个是有问题的人物 我听到 我又去问说 艾文的高层 你们认识这个人 都不认识 现在没有人认识他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就在我们公司前面 那我看了那个 警察的密入信 我吓死了 当时 你已经被警察拦下来了 警察已经到现场了 他居然还想去抢警察的枪 装疯卖傻想要抢枪 在装疯卖傻抢枪的状况下 警察才开枪的 对我们以前知道说 你要去飙车 我想你飙 会去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 没想到在忠孝东路 警政署门口也开始飙车 飙车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前面 警政署前面有个地下道 没什么要通去地下道 因为他们在里面 可以拉高转速 可以有那种炸的感觉 你的那种回会非常的好 结果没有想到 你竟然翻车 翻车之后 有一个开车就死掉了 死掉之后 当然警察就会来 翻车了 没有想到其他的人 竟然要去抢警枪 你想想看 凌晨四点多 然后满身九位 然后你翻车 你的朋友都已经死掉了 你要去抢警枪 然后警察呢 有第一时间先对空鸣枪 没有想到 他们跟丧尸一样 一直往前 幸好我这一次 真的有大胆用枪 把他打了两枪 打他的大腿 你枪被抢走 对 如果枪被抢走 如果你从警察的密录器上看 他是有碰到那个枪 对啊 他就是等于要去抓 在这个时候 如果警察还没有 大胆用枪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是无法收拾的 你说就在这台车 你知道为什么 要跑这个地方吗 因为下面是一个地下道 地下道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把它拉高转速 就没有想到 要进去的时候 开始拉转速的时候 碰撞了 碰撞之后就撞了 撞了他的驾驶出去死掉 但其他的人 竟然在那边 想要抢警察的枪 那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你在忠孝东路飙车 在忠孝东路翻车 然后呢 还有人撕掉 你警政署耶 对 警政署的门口 那记者去拍 要吗 记者去拍 这个人完全不怕 你对着警察枪是完全不在乎的呀 对呀 然后这些人还绕人来 你警察叫支援 他们也叫支援 记者去拍还被打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地方 是在中正区 在警政署门口 现在来的话 飙车 然后撞车 酒驾 要不然 他继续往前冲 对 他就直接呛堵 他就是跟警察在那边呛堵 我觉得幸好只有开枪 对 他应该是独警察不敢开枪 如果他真是警察没有开 没有拨拨开了 他一定把警察给抢走 警察给抢走之后呢 被开的就是我们警察同仁 不是这种人 应该把他打死啊 对 但是这次至少有开枪了 只是说大家会觉得很离奇的是说 你在台北市 在忠孝东路上面 急政署门口都敢做这种事情 台湾的治安 不是说亮红灯而已 台湾的治安已经是烂到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